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可乐 吸烟有害健康这是众所周知的 甚至在烟盒上也写了提醒的标语 但也抵挡不了大家对抽烟的执念 戒烟并非一日之功 很多人一辈子都戒不掉 但是可以通过饮食来减少吸烟对肺部的伤害 1.百合肝 百合可以清肺、润肺、化壳、止痰 清理肺部毒素保护肺部功能 经常抽烟的人可以多吃一些百合肝 煮粥、炖汤都可以放进去一点 还有宁心、安神的作用 2.苦丁茶 这个茶中含有氨基酸、维生素C、咖啡碱、蛋白质等多种成分 其成分可以抑癌、防癌、抗衰老、活血脉等多种功能 被称为保健茶 3.罗汉果 可以用罗汉果干泡茶饮用 具有清肺、清热的效果 还能帮助排除烟毒 抽完烟最好喝上一杯养肺茶 平时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菊花茶 可以清肝排除肝脏 多人都开始膝盖疼痛了 疼痛反复老不好 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有时候连觉也睡不好 那今天就来分享两个最简单的睡前动作 每天坚持10分钟 不用担心膝盖疼痛 轻松缓解腰腿疼痛 1.一侧握于瑜伽垫上 稳定上半身 不要左右摇晃 下方腿微微弯曲 上方腿伸直抬起20厘米 坚持一秒之后还原 重复动作 做完20个之后 换反方向重复动作 睡前做四足即可 2.坐姿勾脚 取坐姿上半身平直 双手自然放在身体两侧 双脚自然放在地面 先将左脚伸直 脚面绷直抬离地面 抬到离低20厘米左右停留10秒 换腿继续动作 每天做两组 每组身房 1.是觉得没必要花钱 2.是怕自己都坚持不下来 其实咱们自己在家 也可以轻松且健康地瘦下来 一天十多分钟 轻松瘦身 很多小伙伴该说了 上一期不是说 教我们几个快速瘦身的动作吗 来咯来咯 他们真的来咯 跟我一起练起来吧 1.上升腿 躺下的屁股贴着墙边 双腿贴着墙壁伸直 侧腿缓慢下降 换另一只腿重复动作 一组30次 一共做三组 瘦双腿美化腿部线条 消除肌肉腿 2.臀桥起落 躺下双脚踩着墙面成90度 用腰使劲撑起 一组20次 一共做两组 抱瘦小腿 同时提臀塑形 改善骨盆前倾 3.侧卧抬腿 侧躺 一条腿自然弯曲 另一条腿向上抬起 一组30次 一共做两组 瘦侧腰 消除甲心胯宽 以上几个动作 坚持一周 下打盹 睡不醒的冬三月 这冬天真是一个 让人睡不醒的季节 这冬季的养生 主要是靠饮食 睡眠 运动 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那我们应该怎么调节呢 我来告诉你 1.饮食调养 冬季即年硬松冷的食物 容易刺激脾胃血管 使血流不畅 而血量减少 将严重影响其他的腹肺血液循环 有损人体健康 冬季饮食亦温热松软 2.睡眠调节 冬季睡觉时不要蒙头睡 飞窝症的空气不流通 氧气会越来越少 空气变得浑浊不堪 在这样的环境中睡觉 会感到胸闷恶心 或从梦中惊醒出虚汗 第二天会感到疲劳 3.耐寒锻炼 冬天气候寒冷 很多人都不愿意运动 耐寒锻炼对于人的心血管 呼吸 消化 运动 内分泌系统都有帮助 从而减少各种病 非常注意自己的容貌 然而美不美 跟雌性激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 雌激素不足时 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暗示 比如皮肤会长斑 皱纹增加 皮肤干燥 睡眠不好 甚至月经不调 那我们应该怎么调理呢 一吃两喝来帮助你 早饺米 常吃早饺米可以调节身体的代谢 避免毒素累积 最好将早饺米和银耳一起炖 而银耳有助于美容护肤 经常吃这两种搭配在一起的食物 会对女性非常的友好 二 豆浆 豆制品在滋补方面是得到大家的认可的 经常吃豆制品可以保持激素稳定 让女性的皮肤越来越好 豆浆更容易消化 营养能够被及时吸收 效果会更好 三 隔根泡水 在调理女性肌肤方面 效果是很不错的 大部分女性到年纪后 皮肤会枯黄 暗淡 用隔根来泡水喝 坚持一段时间 就可以感受到皮肤的变化 好了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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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